继续发挥中国和德国这两个重要国家 在气候领域的合作的领导力 是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觉得要加强这个方面的合作 可能第一个还是继续要加深我们的这种交流 而且这种交流不仅仅是我们比较高的层面的专家 和这些政治人物的交流 也要包括我们的科研机构 NGO 一些社会团体的交流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点我觉得可能还是我们需要围绕的气候变化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它是超越国家 超越意识形态的全球性挑战 所以对此我们要淡化 我们在价值观方面的冲突 更多的去促进开展这种务实的合作 开展务实的行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